然后呢今天是我们的主题 我的摄影官第四篇 然后题目在下面 诶?这边 题目在下面第四篇 我先讲一下这个系列 可是有些新朋友刚进来可能不太清楚 这个主题 我这个主题是希望想跟大家分享说 摄影我们玩摄影除了拍照以外 我们讨论的东西 不应该只局限在硬体的讨论 也不该只讨论照片的内容 我认为摄影应该是跟你的人生是有关系的 所谓的有关系是 究竟是你的人生的际遇 会影响到你摄影的观点 影响到你摄影的主题 或者是因为摄影的主题 而让你去喜欢了某些东西 我个人认为是 这个彼此这两个关系都有的 像上个礼拜我们是讲这一个 摄影照片的动机 然后那照片的动机我认为是有 上个礼拜我们讲照片的动机 我的笔又 我的笔等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是有讲到说 照片的动机是记录美好 创作世界 亲眼尖认证 证明存证跟成就它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摄影不再只是讨论照片内容而已 很多人都只是在讨论照片的内容 所谓的照片的内容是指说 这张照片的想传达的故事 想传达的内容 想传达的故事 想传达的精神 又或者是这张照片用什么样的器材拍的 又或者是这张照片是怎么去后制作出来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很好 让大家都有进步 可是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 只讨论这些东西 我认为摄影应该是跟我们的人生 你跟我们的生命都会有很多关系在这里面 但是那个纠缠的关系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下面这个主题 我的摄影观点 我想要透过几次的直播 来分享一下 我认为的摄影观点会是什么 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是很长的 所以说呢 帮大家 我们就先挑到这一张图 我们先挑到这一张图 我认为说摄影的观点来讲的话 一开始一定有动机 所以说我们上礼拜都在讲动机 今天我们要讲历程 而且这个历程 我相信对于今天讲完以后呢 对于有些人来讲 可能会让你了解 为什么你那么爱拿着相机拍照 我说可能 至少今天 至少我在准备历程 这今天的讲义的时候 会让我更清楚 我为什么喜欢拿着相机拍照 的原因 然后下次的话 我就会讲体验 所以说我认为 我的摄影观点 一定都是先从动机开始讲 我们上礼拜都在讲动机 今天我们要讲历程 接着就在讲体验 OK 好 那我们就直接 我本来想要复习一下上礼拜的 但我觉得不太需要 我们就讲一下 那我们就从 错了 播放 播放 我们就先从今天的内容开始讲吧 历程 刚下班完了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也在刚开始了 前面都在废话 也不是废话 前面算闲聊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便宜喝星巴克的方法 我先回提一下 我先回提一下 我教大家一个便宜喝星巴克的方法 想不想听 很便宜喝星巴克的方法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而且完全合法 就是 你看这是星巴克的杯子 对不对 你只要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 然后把杯子留下来洗干净 然后每次里面 你就用你的三合一去泡 然后你每次这样子拿起来的时候 你都有喝星巴克的感觉 这就是便宜喝星巴克的方法 好了 算了 不好笑 好来回提 不好笑 好来 没有人笑 没有人笑就算了 好来 好 第一层 第一层是什么呢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我想先给大家看 不是一张照片 一组照片 我想从这一组照片当作开场白 我们来看这组照片 我把我的小画面关掉 我打开好了 放到上面好了 这样子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一组照片 这一组照片 为什么会有个YouTube字在里面呢 好来 我们来看这一组照片 这一组照片有什么好看的呢 左边这张照片 左边这张照片 跟右边这张照片 大概差了 我看看差了几年 我算一下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我看差了几年 民国 民国七六十多年 二零 大概差了 大概差了三十年 有三十年那么久吗 二十年 大概差了二十多年 这两张照片大概差了二十多年 然后呢 左边这张照片 诶 错了 左边这张照片 为什么看起来 颜色这么奇怪 那是因为 左边这张照片 是用底片拍的 然后呢 底片扫成照片 照片又没有保存的很好 照片已经有点对色了 然后呢 我用扫描机去扫 然后再尽可能的 加强一些细节跟色彩 左边的这张照片 是长这个样子 右边这张照片 就是数位照片 右边照片就是数位照片 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地方 都是我爸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上礼拜我有提到 其实我是大家眼中的混血人 然后我爸是中国人 然后呢 在我二十二岁那一年的时候 我有回去一下我 那个我爸的老家 然后呢 左边这张照片 左边这张照片是我爸 他有历史氛围嘛 没有错真的还蛮有历史氛围的 左边这张照片是我爸在那个 两岸开放看清的时候 我爸回家用相机拍的 也不见得是我爸拍的 反正就是有这张照片 然后右边这张照片是 在二零零四零五年的时候 换我去 我用数位相机拍的 然后呢 很巧的是 真的是很巧 我没有刻意模仿 只是我走进去的时候呢 因为这是三合院嘛 然后我爸从小坐在这一栋 这一间里面长大的 所以说我就是一知道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拿着我的相机 对着里面拍 对着里面拍 OK 然后呢 重点并不是要去 大家去比较这两张照片的 新旧的差别 不是 重点是要大家去看 看什么 看事实上 这张照片 如果这个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时间能够到待的话 我一定会等场面都空了 人都不在这里面了 我再拍这张照片会更好 可是呢 为什么这张照片里面没有人 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去留意这件事情 我想拿这组照片当作今天的开场拍 一张照片是民国六十多年拍的 我也不太清楚 确信是哪一年 但是这张照片是我拍的 这个是200 200四零五年左右的时候拍的 两张照片至少隔了二十几年 两张照片隔了二十几年 一个是用底片拍 底片洗人照片又褪色 用扫描机扫描 扫出来的 另外一张照片是直接用数位相机拍的 那看这两张照片的话 或许你已经有点注意到 拍这张照片的当时的我 并没有太留意该怎么去拍这张照片 应该要等这一个人走开以后 事实上前面还有一个小鬼 对不对前面还有一个小鬼 应该是要等这个人走开以后再拍会更好 但是呢这个就是我要今天要切入的重点 照片的历程 画面写下来 照片的历程 动机不同 过去拍照是如何看待照片 我指的过去是指的 至少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过去的人是怎么看待照片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过去 大家是怎么看待照片 或是怎么看待拍照这件事情 我这边画面 我们这边稍微停一下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历程 大家仔细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想象一下现在不是2022年 现在是1990年 或者是1980年 想象一下 假设今天是1990 不要害久 1990年的时候 数位相机已经有了 但没那么普及 就算买得到也非常贵 画素低 功能差 画质也差 但终究还是数位相机 而且是非常贵 在1990甚至到1980年代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看待一张照片 或者是怎么看待拍照这件事情 大家想一下 我们一起想一下 透过这张照片 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问题 在1990年代 1990我们回到30年前 或者是在1990年代 或者是在198040年前 我们是怎么看待拍照这件事情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27个人 扣掉26个人 每个人的年龄层不一样 也许1990年代 也许1990年有人还没有出生 那我是 被口水噎到 然后我是1981年出生的 但是我不可能一出生就会拍照 所以我把我自己归类在 1990年代接触照片这件事情 或1990年代接触照相这件事情 有人说以前拍照是很大的事情 现在是很随便的事情 对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甚至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 拍这张照片的人不简单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他脸 这张照片人的脸部的打光 这张照片说实在话的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 我先讲 我先讲 画面回答我这里 照片 接下来的照片 都是我爸留下来的照片 照片中的人一定跟我有关系 但是什么关系 我真的都不知道 我真的都不知道 是谁我真的都不知道 但是呢 这些都是很旧的照片 只是呢 我们来回头来看 我们来回头来看 这张照片基本上拍得很好耶 要想 这张照片至少是三十年前的照片 一来照片保存的还算不错 我扫描下来后还算不错 二来你们再看一下他们脸部的光 他们脸部的光 这个摄影师不简单 可能是在摄影棚里面拍 或者是在某个人的家里面 挑了一个好的场合 左右边都有光源 让每个人的脸 五官都很清楚 脸也有轮廓光 看中间这一位 站在中间这一位 一定是非常得高望重 你特别看他鼻子的部分 这张照片其实我是 就是有点调的过亮 但是你认真看一下 他们的脸上都有灵不蓝光 所以说这张照片是真的拍得不错 但是呢 我的问题很简单 大家试着回想一下 在1990年代 或者是1980年代 那时候的人是怎么看待 拍照这件事情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张照片是中间是我爸 中间是我爸 中间这一位 中间这一位是我爸 然后这张照片 以我爸的年 以我在猜这张照片 应该是民国 可能是民国五十年 五十多年的时候拍 具体现在也将近六十年前的照片 当然照片不是这个样 当然 当然照片在我手上 已经不是这个样子 我是数位扫描机后 再去调色 尽可能的还原 他应有的色彩 所以说 把我刚刚的问题 放在你们的心中 在30年 1980年代 1990年代 甚至有些人年纪比较再大一点 可能1960 70年代 那个时候的人 是怎么看待拍照这件事情 怎么去看待拍照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有人说 以前拍照是很大的事情 现在是很随便的事情 这是一种说法 你们可以去想看看 如果是你在那个年代下 你是照片中其中一个人的话 你是怎么看待拍照这件事情 或者是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这是我们加纳说买的一台 很贵的电视机 哇 这个电视机 哇 用到多久呢 这台电视机至少用了 至少用了30年 到我大 到了我上大学 你看这个时候 我的年纪大概多大 我猜大概七岁八岁吧 这个大概是我七岁八岁的时候 我七岁八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电视机 到了我上大学 再来电视机都还在用 你就知道那时候的电视机 多耐用 OK 然后过去怎么看待 过去拍照 我们怎么看待照片 或者是拍全家福 或者是拍全家福 那全家福的话 现在我不晓得 现在还有多少人 会去相馆拍全家福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现在 我问一下在座各位 在座各位有谁 在最近 最近这几年 有拍全 有去相馆拍全家福 过去这有谁 有谁有拍 还是在家拍一拍 有吗 有的话可以举个手 或者是留言写加一 有没有 我老实 我觉得可能没有 可能现在人的全家福 都是用手机拍一拍而已 有没有 现在还有多少人 会去相馆拍全家福 应该没有过很少了吧 拍照是想抓住 当时的叉叉作为人生记录 十年 十年前有 其实我觉得全家福 我觉得 能够每年拍最好 但不见得 我是说以现在 以现在 以现在 要拍全家福 我觉得每年至少拍一张 我觉得还可以 其实全家福在家里拍很简单 你只要把你的那个椅子 沙发背景 全部都清干净 相机脚架架好 拿一个闪灯 记得要拿 记得要拿外接闪光灯 做跳灯 然后记得是挑 至少要挑白天 让外面的光线能够落进来 最好是挑白天 不要中午过后拍 这样子 闪光灯的色温 会比较接近外面的色温 比较不会有双色温的存在 这样子拍全家福 在家拍是最简单的 不一定一定要到 不一定非得要到 去相馆拍全家福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现在拍全家福 这件事情 比过去二十年前 十年前都来的简单方便 不要那么随意的 就用手机拍这一张 因为我觉得全家福 最重要的不是不只是人 而是里面的容貌 我觉得那很重要 OK 有人说 应该说以前拍照很贵 现在拍照很便宜 当然要拍好的照片也很贵 所以要买好一点的相机 没有错 我们回头来看这几张照片 这几张照片 你们都会发现一件事情 都是正经为座的拍 都是正经为座 像我这样子 画面回来我这里 如果说今天要我 如果说今天 回到三十年前 要拍我的个人半身照的话 我就不会穿这件衣服 我觉得不会穿这件衣服 因为今天要录直播 然后这个直播的影片 我也会放在YouTube 给大家用重播来看 所以说我稍微换了一件 看起来比较不像是睡衣 但是现在我人又在国外 所以说我挑了一件 稍微看起来 不会太糟糕的衣服 圆领的 然后如果能够穿衬衫 会更好一点点 然后呢 为了要让直播看起来 灯好一点 我还特别这边 这个方向架了一盏灯 然后把这边顶灯关掉 让我的脸能够呈现一个 稍微有一点点立体感 然后呢 如果是现在是 1980年代的话 要拍照的话 我一定会穿上衬衫 然后把头发梳一梳 对不对 然后甚至呢 有些人搞不好 会把胡扎剃一剃 对不对 但有些人说 胡子就是我的象征 就像是我胡子 一直都保持差不多的程度 我没有刮干净 因为刮干净 连我自己都看得多太习惯 然后呢 还在稍微梳一下 或者是我们去拍大头照 政见照的时候 你总是会梳妆惯洗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坐直 然后衣服称上皱了 推推 弄弄 这样子 头低低 转过来 这样子拍照 因为以前拍照是很贵的 可是现在呢 如果现在 现在如果要拍照的话 只是要拍个照片的话 我就拿手机 手机这样子拍我 对不对 我就不会注意那么多细节 可是我们回到这一张照片 回到以前的照片 以前是怎么看待拍照 这件事情 因为以前拍照 并不是像现在那么简单 那么轻易 那么方便 又那么便宜 所以以前拍照 你们会发现 大多情况下都是正经为座 居多 不会那么容易的去浪费一张照片 对不对 即便是在家里面拍照 即便是在家里面拍照 你也可以看得出 我站得非常的僵硬 嗯 并不会是像现在 就直接摆耶 这样的感觉 不会嘛 对不对 甚至是以前会去拍全家福 会去相馆拍 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拍全家福 只是可能都不去相馆拍 直接在家拍 因为数位相机已经很便宜了 就算是你不用数位相机 你用手机拍出来的画质 其实 你不要求太细致的画质的话 手机拍的也不糟糕 也不错 只是放大后 里面每个人的五官 人貌可能就看得不是很清楚 OK 然后呢 或者是说 以前在拍照的时候呢 会用 会只有在重要的场合下 会一定会 重要场合下 你只有相机才会拍照 才能拍照 你没有数位相机 对不对 比如说我国中的毕业典礼 对不对 或者是我高中 高中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班级 这个是我们 这是我们高中的志工社 高中我有参加志工社 然后呢 我们有拍全部志工的 那个合照 可以看到照片的右下角 我觉得日期很重要 我觉得那个时候相机 一定要 那时候的傻瓜相机 一定要把日期印在照片上 你才能知道说 这张照片的日期是 民国87年4月24日 距离现在已经有 二十五年前 是二十五吗 八十七年 今年是一百一十一年 一百一十一减八十七是多少 差不多 反正就是二十几年前 不对 是我十七岁 对二十几年前的照片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再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我在这个地方 最左边那个人是我 看得出来是我 这些人是谁 说实在话头老早就忘记了 这是在我们学校里面拍的 至少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你们再看这些人的姿势 至少那时候在拍照的时候 不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 我们还是会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至少我们都还会 穿着志工的背心 我们还会穿着志工的背心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志工社 图书馆的志工社 所以说你会看得到 我们做前排的人 还是会尽可能把背心给穿起来 拍照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把背心穿起来 而不是随随便面 拔一些比较无理头的姿势 不会 以前拍这种会 或者是我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毕业旅行 当然是开心嘛 对不对 你看那个时候 也只会比业而已啊 也只是会比业而已 也真的都比业而已 不会是像现在 我们换一个比个什么爱心啦 怎样啦 不会 以前真的只是单纯比业 可是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就会让我想到一件 让我现在感到可惜的是 我在我高中的时候 并没有 我没有数位相机 我高中的时候是 拍这张照片 应该是 199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数位相机 然后呢 中间这一位 戴帽子的这一位 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班导师 我们很敬爱他 然后呢 以前用照片拍 拍的尺寸也是3×2 你就算你用1200DP啊 或2400DP啊 你看的照片 其实都不够清楚 那我的班导师在 大概在三四年前 因为肝癌过世呢 很可惜 很认真的一个教学的老师 所以说呢 我们要怀念我们老师的话 其实照片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再加上 三乘二的照片 就算是 因为已经没有底片了 三乘二的照片 你要洗 你要用扫描 在你的扫描机 扫描机的解析度再高 都没有用 因为 照片本身 就不是一个高解析度的照片 很可惜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刚刚 所以说刚刚 是要请大家 用看着我过去的照片 不论是我爸过去的照片 还是我自己过去的照片 然后呢 都希望大家能够把 那个 一个问题放在心里面 那就是 当我们回到1980 或1970年代的时候 我们怎么看待 拍照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看待 照片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说 以前拍照 确实是 没那么方便 而且很贵 重要成果才拍 而且比较正经为重 比较认真一点去拍 这些当然都有 可是 我们回到现在 回到2020年 2020年 2021 2022 我们是怎么看待 拍照这件事情 OK 好 我们来看 我们又是怎么看待 拍照这件事情 就像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其实是我自己人生中 算是一个纪念碑的照片 这张照片 最重要的不是我 这张最重要的是 就是这个圆顶 这个圆圆的 这张照片 我是在Apple Park拍的 也就是美国在 美国西岸 美国西岸 舊金山 矽谷那一带 美国 苹果在美国的总公司 然后呢 iPhone就在里面研发出来 这是Apple Park 然后呢 我这张照片 为了要 让这张照片更有意义一点 我就直接拿我的iPhone 12 也就是我这一支手机 我直接拿我的iPhone 12来拍 来自拍 并没有说 想要请别人帮我拍 因为我觉得自己拍 比较快比较方便 虽然旁边有Apple Apple的员工 我只要跟请他说 能不能帮我 跟那个远处的这个 苹果总部合照 他一定会非常愿意的 只是呢 我并没有太在意 拍这张照片要怎么拍 我就直接 切到广角镜头 直接向你去拍 又或者是说 这张照片是金风卤肉饭 如果是在台北人 应该都会知道 这张 去台北有几件卤肉饭 比较有名 其中有一间 在忠贞纪念堂附近的一个 叫做金风卤肉饭 然后这张照片 为什么我会摆这张照片呢 老实说 我觉得金风卤肉饭 并不是我心中前三名 好吃的 并对我来说 不是前三名 那是因为 我要来美国之前 我要去做快塞 我做完快塞的瘦度之后 我在这边吃了卤肉饭 然后呢 只是随手一拍而已 并不会刻意的去留意构图啦 怎么样啦之类的 只是想说 把这个画面给拍下来就好 那个时候 这个是在我两个多月想拍的 诱惑 又或者是 我来了美国以后呢 这个是 美国有两家 美国有几家 那个连 汉堡店 连锁汉堡店很好吃 其中两家 比较有名的 一个叫做Fight Guys 一个叫做In and Out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In and Out 的一间 汉堡连锁店 它的汉堡 哇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分量很够 不只是汉堡 连它旁边的薯条 连它旁边的薯条 都给的非常多 好像薯条不用钱的 OK 这个时候是2022年 拍到时 我们会这么拍 又或者是像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只是为了要去记得 去纪念 我在美国Costco 打的第三针 补充剂 只是为了要去纪念 我在美国的Costco 所打的第三季的 那个补充剂 只为了纪念这一个 又或者是像这张照片 这个是我前两天去 去华盛顿住一晚 然后呢我发现 他们的电梯 其实如果之前 你们有在看我的直播的话 基本上 我有一集直播在讲 有些照片是 有些照片是你的相机拍不到的 不是那个东西难拍 是有些照片是只有手机 才比较容易拍得到 那是因为手机 你总是在手边 然后什么样的主题 是手机才容易拍得到 然后呢 然后呢每到一间饭店 我都会 每到任何一个地方 看到电梯 看到电梯 这个面板 我都会拍一张 如果有人有看到我某一集的直播 我有在讲这一个 我有收集了很多不同种的 电梯的面板的照片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他告诉你说 in case of fire 如果失火的话 那个就不要用电梯改 就不要用电梯就对了 你看这个图案多生动啊 如果失火的话 你不要进电梯啦 然后你要走楼梯啦 然后你不要用电梯相关的设施 然后呢 这个图案是我在 那个没在第一期看到的 可是呢 这个是尝试没有错 但是 在很多饭店 我都没有看到 类似像这样子的 做得这么清楚又漂亮的 所以我会去收集这些照片 所以说呢 到这边为止 到这边为止 我们把 现在我们拍照 跟过去拍照 的 心态 怎么去看待一张照片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 你会发现说 现在的拍照都还蛮随意的 像 拿起相机嘛 反正拍下去 又不花你一毛钱 拍一百张 或许会花到一毛钱 或许吧 因为充电 就算你拍一千张 也花不到一毛钱 对不对 然后显得拍照 变得显得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甚至在自拍也好 或请人家帮你拍照也好 你就不会像以前 拿的底片相机 那么正经文作 先把这边的衣服 灰尘拍一拍 头皮靴拍一拍 以我的皱纹拉一拉 以前拍照比较接近 像是现在在拍 正见照 大头照 那么的眼睛 现在的拍照 反而就是想拍就拍 并不会像是以前 那好处当然 当然是有好有坏 只是说到这边为止 我们终于稍微比较了一下 所谓的历程 以前的拍照 跟现在的拍照的历史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呢 动机 重点是动机不同 因为我的头影片到现在来讲 我一直都是在讲 动机 动机的不同 动机的不同 然后呢 就是因为 现在拍照已经太简单 又太轻松了 又很便宜 所以说 因为这个科技的特性 使得我们拍照的动机 念头 甚至主题 跟过去 已经完全不一样 已经差很多了 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情吗? 我喝一口水 奇怪今天口水特别容易 动机不同 OK 好 那么接下来了解这动机不同以后呢 接下来终于要进入到今天最重要的主题 我引用了一个名词叫做 摄影的仪式性 摄影的仪式性 什么叫做摄影的仪式性 我们先讲 什么叫做摄影的仪式性 在讲摄影的仪式性之前 我们要先来谈什么叫做仪式性 仪式性的定义是这个 带大家念一遍 所谓的仪式性 是一连串动作的组合 然后呢 且这些动作 且这些动作是有次序 请注意 这些动作是有次序 有意义 与象征性 重点是黄色的字 重点是黄色的字 这些连续性的动作 是有次序 有意义 有象征性 然后其中的重点 重点在重复 它一定要是重复的 形成了一种规律 形成了一种规律的过程 这个叫做仪式性 而且这个仪式性的定义 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切入仪式性 而不是从社会学 也不是从人类学 也不是从什么领域来的 我这边的仪式性的定义 是取自于心理学 对于仪式性的定义 带着大家再讲 再看一遍 所谓仪式性的定义 它是一连串动作的组合 它一定是一连串 动作的组合 而且这些动作呢 它一定是有次序 次序不能去改变的 而且这些动作是有意义 而且它有 最重要它是有象征性 而且最重要是 这些有次序 有意义 有象征性的动作 它是会重复的 形成一个规律的过程 这个叫做仪式性的定义 OK 那过去了解仪式性的定义 跟我们摄影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呢 那我们先想想过去 我们又回到1980年代 1970年代 甚至1960年代 我们以前拍照是这么拍的 过去我们拍照是这样子 第一个 你总要出门买软片吧 总要出门买软片吧 其实很奇怪 这个东西是我个人有一点点不太懂 有人曾经纠正我说 去买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软片 然后呢 从拍完后的东西变成底片 有没有人听过这种说法 有没有人听过这种说法 在座各位22 除了我22位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说法 就是出门买的那一卷 那个叫做软片 洗好后 冲印出来后 那个叫做底片 有人纠正我这两个不一样 以前啦 你有听过嘛 那你同意吗 有嘛 有还是有人听过嘛 那你们同意吗 我没有同意不同意 只是有人纠正我而已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 对我来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没有错啦 只是 没有一定要硬要去区分 但是你要去区分是有意义 我觉得我承认这是有意义的 名词定义而已 对 所以说我这边是 我这边是在讲软片 我这边是讲软片 是这样子 然后呢 接着是说 以前我们拍照 接着就是你要开始 接着你就是要安装软片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拍摄 然后取出软片 送洗 最重要是送洗 没有几个人家里 没有多少人家里是 有暗房 就算有暗房 也不见得是彩色的暗房 对不对 所以说大部分 99.9999的人 应该拍完照片 都是送去下面 然后呢 出门取回 这边应该是 照刚刚这么讲 这地方应该是 取回底片跟照片 出门取回底片跟照片 所以说呢 摄影的仪式性 在1980年代下 1980年代下 我们要这么复杂 我们必须要花这么多功夫 虽然你觉得 我讲的太复杂了 不过就是买软片 装进去拍照 跟拍完跟洗出来 可是 这些动作 哪一个动作 是可以交换顺序的 没有吧 哪一个动作是需要 可以交换顺序 没有 哪每个动作都有象征 举个例子 我每个动作都有象征 我们经常出门买软片 对我来说 以前在我以前 买底片的经验 告诉我 以前在我修正 以前 以前对于买软片的 这个动作 以前对我来说 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今天 还不会学会拍照 我可能就在一般的便利商店 就买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前便利商店 还有在卖软片 有人说 没有拍的叫软片 拍过冲牛叫底片 所以说 我同意这样子的 定义上的区分 只是 以前我被人家纠正过 因为我以前 没有那么严谨 去区分这个东西 那以前有人纠正我 我觉得也对 因为毕竟要 说明这物质性的 它的物质 变化已经改变了 拍之前叫软片 拍完后叫底片 OK 这个我是同意的 只是我们刚刚讲仪式性 我们刚刚讲的仪式性是 这些动作是有次序 有意义 有象征性 请留意黄色字 有次序 有意义 有象征性 所以说 以前我们拍照说 是出门买软片 对于我以前 还不会拍照 我会在便利商店买软片 你们会不会在便利商店买软片 我想很多人还是会 而且便利商店的软片 大部分只卖感光度100跟200 在座各位 各位有没有日然还有这个印象的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而且都卖日光片 有没有印象 谁还有这个印象 谁还有过这个印象的 有一位有 你可以按举手 或是打家宜或打有 有嘛 对不对 便利商店 如果我的脑海还没有记错的话 以前的便利商店卖的软片 大部分感光度就100跟200 而且色温都是日光片居 几乎都是日光片 当我学会摄影以后 我就会去相馆买 我就会去相馆买软片 会清楚的跟老板讲 我要什么品牌的软片 我的感光度要多少 我的色温要多少 要物思灯的软片 还是要 还是一般的晴天的软片 而且那时候 那时候我的摄影 对 而且超过感光度400的 要去相片馆 才比较有得买 而且很贵 而且很贵 大家都还有 大家如果都还有用底片拍照的 都还有这个印象 对不对 然后以前我的摄影老师 还教我 说 如果你去相片馆买 你要去看它底片怎么摆 如果它直接摆在柜台的 那间相片馆 代表它不专业 为什么 因为放在柜台 因为放在柜台很容易 奇怪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去相片馆买 我是指相片馆馆 看它怎么摆底片 就知道这个相片专不专业 或者是信服信心 如果它只是放在柜台里面的话 很不好 因为柜台会很容易会有湿气 或是被阳光照射 然后会让底片变质 然后如果它是放在有特别保存的地方 比如说它是放在冰箱 或是放在防烧箱 之类的话 这样子的底片才不会变质 才不会变质 所以说以前我的老师还会说 你去相馆买底片 你去相馆买软片的时候 你要特别留意这些小细节 就知道这个相馆 对于它的底片 对于它的专业 或是它销售的态度 有没有很专业 我相信这样子讲 对于有些人来讲 光是出门 光是出门买软片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有象征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呢 安装软片呢 安装软片更是啊 打开来的 盒子打开来的时候 不是有个罐子嘛 对不对 罐子再拨开来 然后你再这样抽出来 要慢慢抽 不能一口气抽太快 对不对 先抽一小段 固定在那个过片轴里面 卡住后再慢慢拖拖拖拖 拖到下面 然后尽可能的不要浪费 过多的底片 这样子再把盖子给它盖起来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拍到30 装的好的话 你可以拍到37张或是38张 齿轮要卡好 对不对 大家都还有印象 我相信 真是的 我相信大家都还有这个印象 所以说 为什么我这边要讲 安装软片是一个动作 因为以前我在用底面相机的时候 那个齿轮装得好不好 那真的是 因为你盖起来后 你就不能再打 拍完起来不能再打开 你还是可以过片 只是 心里面还是会毛毛的 总是会担心没有过片 过完对不对 所以说标准是36张 如果你装得好的话 是可以拍到37张或38张 会感到有点转盘的感觉 OK 那接下来就是开始拍摄嘛 你装完软片那是开始拍摄 做不到 接下来是取出软片送写 为什么这东西还要我特别在写 因为呢 我们拍完后不是要自己去卷嘛 自己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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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要做一个卷片的动作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曾经看过自动卷片 有些 有些底片相机 它会自动卷片 你就按一个开关 它会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嗯嗯 它就自动帮你卷片 但它有没有用我那种相机 自动卷片的 我觉得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觉得 哇好炫喔 这个 这相机可以自动卷片 它拍完后只要按一个按键 它就 嗯嗯嗯嗯嗯嗯嗯 就自动帮你卷片 我就觉得哇 我觉得好棒 我觉得 我觉得很聪明就对了 自动卷片的 对不对 大家都还有印象 所以说对我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象征 当我在听到耳朵 听到自动卷片的声音 或者是我拿起我的相机 我还记得我以前那个相机 我还要把最左边那种搬开 搬开来那边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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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 以前在数字相细普及之前 大家都在讨论说 台北去哪里冲锡 然后呢 要怎么去冲锡 要怎么去跟冲印店讲说 你不要整杆 或者是你的底片设定错了 你麻烦你的那个在冲印的时候 你帮我整杆一格 或者是半格 大家都还有点这个印象 比如说你买的底片是 你买的软片是100 但是呢 你的相机上面是设定在200 这样子你所有的侧光都会 昂得一格 所以说你要跟你的相关讲说 你要整杆一格 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说 他这一系列是希望昂得一点 希望稍微曝光不足一点 然后呢 就会特别在送洗的过程中 跟老板去讲一下 你要怎么去送洗之类的 甚至有些人会归毛一点说 老板你那个照片 你第一就是那个冲印的药水 他不希望是已经 你在用过 有点像是吃咸酥鸡的感觉 就是那个药水一定要新的 然后有些人吃咸酥鸡 一定要去挑每天换油的 在座各位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 有没有 有谁听得懂我刚刚在讲 有吗 有没有人听过我刚刚听懂 或听过我刚刚讲那个冲印的过程 真敢要加钱 还要花工 因为他要花工夫嘛 对不对 就是那个照片有点像是炸鸡一样啦 那个照片有点像炸鸡啊 在冲印的过程中要用新的药水 不要用很久的药水啦 跟吃炸鸡一样啦 要特别问老板 你的你都 能不能洗我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能不能就是第一批啊 是怎么样之类的 甚至连像纸都要选 那种超高解析度的 或者是亮面的之类的 OK应该都还有啦 我相信应该都还有人有这种经验啦 好最后就是出门 出门取回底片啦 我这边应该只要写底片 然后呢 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要再讲这一句话 那是因为 洗完照 有些人的习惯 是先把软片冲洗成底片后 再决定哪些要冲印成照片 有些人的习惯是这个样子 先回家 弹开来 对着日光灯 看这张药这张药这张不要这张药 有些人的习惯是这个样子 有些人的习惯是不管怎么样 你先把照片全部都 显影镜很贵啊 所以说都重复使用 可是用越久后面的品质就越糟糕 所以说有些人会问老板 你能不能把我这一卷底片 这一卷底片 在你这一天要再印的时候 放进第一波去用就对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跟吃炸鸡要选每天都换有的感 好像蛮像的 所以说回到取照片这件事情 有些人是回到家 先看完底片后 再决定这张药 这张不要 这张药 这张不要 不过这个要两张 这个要三张 那有些人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部先洗出来再说 再去加洗磨几张 所以说出门取软片取照片 也会是一个仪式性的动作 甚至以后再进入到数位相机 有过渡时期 它的底片洗出来以后呢 它直接给你一张 它直接给你一个光碟 它直接给你一个光碟 但是那个光碟是小小的 不是给你光碟 它会洗成一小张 有点像是 preview 预览 就是每一张照片大概才 一寸大 让你知道说你这三十六张照片 你不用这样子隔着灯光 去猜想里面大概拍得好不好 它会给你一张照片 很大张的照片 比较大张照片 里面是预览 告诉你这三十六张里面有什么 这些 这些都是 我们过去拍照的设影仪式性 因为很繁杂 所以说我们会很重视 仪式性的这个过程 即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仪式性 但是事实上我们都follow这个仪式性 所以说呢 重点来的 不论是拍照的人或被拍的人 皆是仪式性下所规范的拍照活动 重点在这里 我想讲的是在这一个 既然我们刚刚前一页讲的拍照有很多流程 有很多过程要去留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 不论是拍照的人 或者是被拍的人 都是仪式性下所规范的拍照活动 所以说你们会发现 以前我们用底片相机拍的照片 每个人都是正经为作 都会很小心 不论是拍照的人 或者是被拍的人 都知道底片拍照很贵 所以说一卷照片 不过就三十六张 装的好一点 不过就三十七八张 所以说每个人在拍照的时候 你看 你看里面每个人的人脸 姿势 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正经为作 都是很认真的在看 都是很 至少是很认真的 不是很随意的 你看那时候的我 还蛮吵的 那时候就很流行中分嘛 那时候 有人说没看过手工洗照片的过程 我看过 因为我在学摄影的时候 我有待过暗访 我看过 所以说呢 你看这张照片 或者是这张照片 我们在拍团体照的时候 我把画面关掉 这是我们班的 全班的团体照 然后你看里面每一个人 至少都没有个 谁在搞鬼的动作 至少是要拍 在拍这种团体照片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 都会拍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是很正经的 就像是现在你们看到这张照片 我们都是被照片的 仪式性动作所规范下的 拍照行为 所以每个人动作都很正经为作 对不对 你再看一下右下角 这个是西元1999年3月26号拍的 距离现在也20多年前的照片 对不对 OK 所以说呢 正是因为 以前在拍照的时候 我们要经历过 很多这些仪式性的过程 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可是呢 正是因为我们是被 照片的仪式性所规范下来 所以说我们拍照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这个仪式 都是在仪式性下 所规范的拍照的一个活动 所以拍出来的照片 都会像这样子正经800的方式来拍照 最后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 这一组照片 我们回到这一组照片 然后呢 有人说用底片投影机 感光相纸 用定义记喜照片 那时候照相机底片都很贵 对啊 都是因为很贵 正是因为很贵 所以说我们才会 很在意这些拍照的仪式性的过程 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然后我们在 不论是被拍的人或拍照的人 都会在这个仪式性 重点是仪式性的 所规范下的拍照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再回到 我们这一组对比的照片 你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要拿这个做对比 这一张照片 当然是用底片拍的 不讲 那个时候 根本市面上 都看不到数位相机 根本想象不到数位相机 这种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 现场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会先清场 先清场一下 现在的人 现在不要走过去喔 我们要拍照了喔 因为我爸 小时候是在里面长大的 所以说要拍这一个 这张照片是有意义的存在 可是呢 到了2004年 我有了数位相机后 当我的家人跟我说 我爸就是在这一栋里面 长大的 那我用数位相机拍照 就没有那个仪式性 没有那么强烈的仪式性 我先讲 没有那么强烈的仪式性 就要是有人经过 我也没有那么太在意说 诶那个人赶快走快一点 或者是我等那个人走开后 我在正经为座的 拍下这一张照片 如果当时 我们回到20年前 我在拍这张照片的话 我一定会等这些人离开 或者是清场 再拍一张 你会发现这两张照片 基本上是角度啊什么 基本上都快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仪式性与动机 仪式性会影响你拍照的动机 所以说我们再往下来看 仪式性会影响你拍照的动机 所以说我们就拿吃饭的场合来讲 你看吃饭的场合 吃饭的场合 当我们要拍照的时候 至少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有看着镜头 对不对 都还是有看着镜头 可是呢 我们现在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反正拍照很便宜嘛 又很方便 随便一拍 就算是完全没有人在看镜头 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或者是像这张照片 诶这张照片的时候 诶很有趣哦 这张照片的时候 诶每个人都看着镜头 诶其实这个拍照技术也不错哦 至少光圈都有说哦 光圈都有说 诶从以前的照片来看的时候 就知道说 拍左边这张照片的人 其实真的都还满 拍照的人都还技术还不错 至少光圈都有说一下 让景山都有够位 每个人的脸口都还是很清楚 可是要去想光圈缩小 镜光量减少 你的底片想必 底片想必 在那个情况下 搞不好只有100或200才能 你手中底片只有100跟200 你一定是选择光线 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你才能拍得下这张照片 我们从摄影的角度上来讲 一定是光线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来拍这个剧 全家家族的剧场 可是我们现在拍照呢 我们现在拍照 基本上就已经很轻松 已经有数位相机了 就已经很方便了 甚至当时你可以看到 里面人的脸孔 有人是朝着我这方向看 有人是朝另外一个方向看 代表说 当时拍照有两个人 两个以上的人正在拍团体照 有人看我 有人不是在看我 是不是每个人都看我都不重要 因为了不起再重拍一张 仪式性已经不同了 又或者是拍这种照片 这个是我外公跟外婆 他们年轻的时候 在他们家门口拍 你看都好要坐在椅子上正经为座的拍照 那我呢 我今天我要自拍 我就直接拿我的相机 直接 那说是 这个也二十几年前 直接拿着我的相机自拍一下就好 换句话说 仪式性与动机 我要讲的是 仪式性与动机 你的仪式性 画面回来我这里 仪式性与动机 你拍照的仪式性 繁琐或是简单 会影响到你拍照的动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开始前面的投影片 上次之前都在讲动机动机 以前人的拍照的动机很单纯 重要的场合 重要的事情 我们会拿相机来记录 现在呢 既不是重要的场合 也不是重要的 那个什么 节日什么 因为拍照已经很简单 甚至是零成本的事情 我们什么都拍 变成我们反而 不会太拘腻于拍照的主题 正是因为 不会太拘腻于拍照的主题 反而让我们的照片 变得更加的多元 拍照这件事情 已经不像是以前 那个样子 那个形态 自然 我觉得动机 从以前到现在都在讲 拍照是抓那一瞬间 谁说拍照一定要抓那一瞬间 我就不能重复拍很多次吗 不一定嘛 谁说拍照一定要记录真实 谁说的 因为现在的仪式性 甚至我们不要讲仪式性那么复杂的东西 我们都拿数位相机的 都用数位影像的 去编辑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讲 照片不等于数位影像 我们现在拍的都叫做数位影像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做拿拍照这件事情 来衡量我们拿相机 比如说 我随便拿一台相机 让我拿一下 这样子表演一下 比如说我拿这台相机 我现在拿相机做这个动作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在拍数位影像 我觉得已经不能叫做拍照 因为以前拍照这个字 是在以前是有一个意义在 是有一个仪式性在里面 各位同学 我们各位朋友 我们要拍照了 麻烦我们来聚在一起 来拿眼睛看我 拿身上的衣服做弄弄 拨清楚 不要遮住眼睛 好OK了 然后我们来拍哦 你按一下大概就是15块钱的代价 而且二三十年前的15块 跟现在的15块又是不一样 所以以前很贵 所以以前我们拍照 是一个仪式性规范下 所进行的拍照的动作 拍照的活动 可是现在是数位相机呢 趁大家还没有聚在一起的时候 先拍拍拍拍拍拍 反正不花什么成本 甚至用手机拍拍拍拍 更不用成本 更简单 仪式性更薄弱 所以说呢 这会影响到我们拍照的主题 以前拍照的主题很单调 生日 聚餐 什么表演 领奖状 颁奖 颁奖 以前的照片都是这些 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照片很多元 因为 仪式性 画面 因为 仪式性 会影响到我们的 动机 到这边 大家可以跟得上吗 接下来 我们就进一步探讨 仪式性的进一步探讨 不好意思 因为 仪式性的过程 有人说 派利德公司 有B块门的数位相机也很图大 为了符文 展观记录 所以单眼掩埋 数位的掩埋 所以说 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探讨 照片的历程 我们进一步的来探讨 照片的历程 摄影的仪式性 进一步的探讨仪式性 你们会发现 已经会让你们觉得 有点失望 口碑 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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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电脑盪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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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各位 抱歉好 我的电脑 有单子 好 你哩哩哩 現在大家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對 我當機了 你們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不要鬧我 對 等一下當機了 大家等我一下 好 正常了 對 我當機了 爛死了 大家等我一下 大家等我一下 我把它塑定好 好 這樣ok了吧 我看一下 現在ok了吧 現在是不是都正常了 好 都正常了吧 哈囉哈囉 都正常幫我打個 都舉手齁 都舉手都正常了嘛 好 正常了齁 我這台電腦齁 好 正常就好 我們繼續 因為我後面還有 我後面還有很精彩的東西 我們繼續齁 好 不要管浪跡 不要管浪跡 好 來 我們繼續 正常就好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一個 會讓你們可能很失望 接下來會讓你們會感到很失望的事情 是 儀式性的過程 不一定 與結果有關 有直接的關係 請你們留意這一段話 雖然我們進行的那些儀式性的過程 但是很可惜的是 儀式性的過程 不一定 儀式性後的結果 不一定是有直接的關係 也就是說呢 我們前面講了這麼多 前面講的這些這些東西 跟結果不一定會有關係 也就是說呢 我們出門買軟片 剛剛我講出門買軟片 要去哪裡買 要去哪裡買 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講的它是有意義的 也有象徵性的 特別選定了某一家 特別選定了某一些地方 可能跟你的結果沒有直接的關係 也就是說呢 我們出門買 特定的挑了某一間 特定的找一個保存好的底片 可是它的保存是比較好 沒有錯 可是跟你最後的結果 可能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 這個是儀式性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這是一個儀式性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 雖然我們很注重過程 它有次序 它不可逆 它有意義的 它也有象徵的 但是它也是重複的 但是它不一定 與結果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說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現在我們的數位攝影 回到我們數位攝影 我們數位攝影的 攝影的儀式性 分別是準備器材 前往拍攝 拍攝過程 後製處理 我大概區分了這四大塊 也就是說呢 前面是講的傳統攝影 現在講的是數位攝影 我們分為四大塊 第一個是準備器材 出門前你總會盤點一下 我要帶什麼樣的相機 我要帶什麼樣的鏡頭 我要不要帶腳架 還要不要帶閃光燈 還要不要帶什麼東西之類的 我們總會盤點一下我們的器材 你說這個東西是不是 一個有象徵性有意義的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象徵 非常大的意義 因為現在的相機 已經開始越做越壁壘分明 比如說Sony相機系列的話 你要高像素的 就是買A7R系列的 你要高感光的 就A7S系列的 你要比較平衡的 就買A7系列的 你要頂端的 就買A9或是A1系列的 你要隨身一點的 你就買N43 你要畫質好的 你就買全片幅或APS-C 所以說器材的準備 在數位攝影下 其實也是具有非常大的 具有儀式性的 接著就是前往拍攝 你不可能到了拍攝現場後 你再去準備你的器材 這也是不可逆的 這是不可逆的原則 記得儀式性 它的標準是 這些動作是 有次序 有意義 具象徵 而且這些動作是 可以 是必須重複的 所以說你必須先準備器材 再前往你要拍攝的地點 然後在拍攝的過程中 拍完後 你再回到家 後製處理 換句話說 這四個過程 你是不可逆 而且每個過程都有 具備有象徵的意義 而且 它是必須去重複的 所以說 這邊我稍微比較一下 手機攝影跟相機攝影 儀式性的不同 儀式性的不同 為什麼 儀式性的不同 你說手機攝影 跟拿著相機攝影 有沒有什麼儀式性的不同 差很多啊 手機攝影 你需要準備器材嗎 不需要啊 因為手機一直都在你手上 只是手機攝影 在這四個差別裡面 手機攝影師不需要準備器材 但他還是要前往拍攝 也是有拍攝過程 他有沒有後製處理 待會我們會講 所以說 我稍微對比了一下 手機攝影跟相機攝影 在儀式性 他們本身的儀式性不同 手機是直接拿在手上 就可以直接拍了 相機呢 拿著相機你還得要準備那些器材 光準備器材這件事情 就已經是會花了你不少時間 所以說呢 我認為 重點是 來了 我認為 拿 持著相機所進行的儀式性的過程 我個人認為 與結果是有直接的關係 我認為是有直接的關係 剛剛我前面有提到 在心理學的儀式性的切入的角度 是認為 儀式性的過程 不一定 結果有直接的關係喔 也就是說呢 在攝影 在攝影 修正 在心理學的儀式性的認定是 你有好多個動作沒有錯 這些動作 既有次序 有意義 有象徵 而且是不斷重複 做了這麼多事情 跟你最後的結果 不見得有關係 就好比說 我們在看一些電影 可能在求雨 有一些是在明智未開 科學還沒有進步的情況下 比如說有地震 或火山爆發 或者是有颱風 有天災 那一定是山神 或是雷神 在不開心 所以說我們要跳旗雨舞 或者是要去獻祭 比如說火山爆發了 一定是山神不開心 那我們是不是要殺生 殺豬 殺豬 殺貓 殺狗 殺人 去獻祭 這麼一做火山不再爆發了 就代表說 這樣子山神是息怒的 事實上 你獻祭跟火山爆發 是沒有直接關係 甚至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他們還是照做 這個叫做儀式性 從心理學的角度上來講 是認為說 儀式性的過程 跟你的結果 不一定 不一定 儀式性的過程 不一定 結果有直接的關係 在心理學的認定上 是這個樣子 可是 在我的想法上是這樣子 我認為 我認為 拿著相機 所進行的儀式性的過程 儀式性的過程 我認為與結果 是有直接的關係 你 重點是 為什麼會有直接的關係 那就要看 你認為的結果是什麼 你認為的結果是什麼 你用什麼樣的角度去切入結果 就決定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重點在這裡 所以說 我的結果 是從照片的細膩程度 來認定結果 請注意 我認為 攝影的儀式性 是跟結果有直接的關係 要看 你用什麼標準 來看結果 我的標準 是從照片的細膩程度來看 給予心中的回饋越大的大小 來定義結果 從這張照 從這樣子的角度來定義結果的話 結果與儀式性的過程 有直接的關係 換句話說 心理學的角度是說 不好意思喔 你這些儀式性的動作 跟你的結果沒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對我認為 拿著相機拍照 是有直接的關係 那個為什麼會有直接的關係 就要看你怎麼去定義結果 而我認為有直接關係的結果的標準 是從照片的細膩程度 照片的細膩程度 如果說 照片的細膩程度回饋越大 那麼 你這些儀式性的過程 才顯得有意義 才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說為什麼 我會挑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它是在奧地利哈斯塔特 有個冰洞 進來這個冰洞 就是來看這根冰柱 然後這個冰柱 因為它 它的冰柱的形狀 跟它的規模 比較特別 所以說 它這邊打上了各種顏色的光 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那你想像一下 你拿手機去拍 你拿著手機去拍 你本身拿著手機去拍 就已經沒有什麼儀式性的過程 可是呢 你終究還是得要親自到現場 到了現場 你還是得要拿起手機拍照 可是得來的回饋會很大嗎 得來的回饋 絕對不會你拿著相機拍 來的好 來的強烈 來 畫面回來我這裡 我並不是說拿著手機拍照 就沒有儀式性 我沒有這個意思 而是拿著手機拍照 本身的儀式性的過程 就已經少了非常多 第一個不用準備器材 第一個就不用準備器材 在前往拍攝的過程中 它們也沒有負擔 因為我們拿著相機 像這台怎麼樣 再怎麼輕巧 鏡頭加機身也要接近快兩公斤 1.7 1.8公斤左右 再怎麼樣輕巧也要1.7公斤 跟一個不到七八百克的手機相比 在前往拍照的過程中 的象徵意義就不一樣 記得在儀式性的切入的角度上 每個動作都有象徵性 我拿著這個拍 它有個象徵性 代表說我很在意拍照出來的結果 那個結果就是照片要很細膩 所以說拿全面幅相機拍照 就是大就是重 鏡頭就是重 機身也不小 它有個象徵性 而且它的結果 回饋給我的結果 照片就是會細膩 而且我們還要花時間去研究 面對剛剛的 面對這個場景 面對這個場景 先切換到M模式 面對這個場景 由於是很暗 似乎也沒辦法把光圈縮小 追求畫質跟景深 那是不是把光 把我的 是不是要把我的光圈調到最大 要考慮到這個相機的防手震 因為是很暗 希望把我的ISO值降低畫質才會好 所以考慮到我這台相機的防手震 我最低的快門速度可以多少 可以造成畫面 至少是畫面看起來 我放大看 至少畫面是銳利的 沒有晃動的 對不對 然後接著呢 再考慮到多少的ISO值是曝光出來 是夠亮的 OK 對不對 這個是在拍攝過程中的儀式性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拿著手機拍呢 你唯一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打開相機的APP 構圖 然後就拍照 沒了 這就是為什麼 在談儀式性的時候 每個動作都有它的象徵 都有它的意義的道理在這裡 拿著手機拍 不好意思 儀式性就沒那麼重 所以說呢 對於手機攝影來講 對於手機攝影來說 儀式感 相對於單眼相機來說 來說 其實已經是非常少 非常小 重點在這裡 拿著相機直接拍拍手 拿著手機 它的儀式感已經很弱 已經很少了 那自然 手機攝影 手機攝影的儀式感 手機攝影的儀式感 身為攝影者 在一張照片中 所扮演的角色分量 就越來越少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這一點 這張照片用手機拍的 而我做的動作只是按換你 修正 再多補充一下 這張照片是用手機拍的 我做的動作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打開相機 第二個選擇 相機的流水模式 就能拍出 你看 就能夠模擬出來 常曝光水面的感覺 我只做這兩件事情 可是如果這張照片 你是用單眼相機拍呢 哇 你要先上腳架 上完腳架後構圖 構圖後選到M模式 光圈縮小 ISO調低 曝光延長 然後再看你曝光時間 夠不夠久到 讓你的弧面 呈現一個你要的感覺 你又要反覆的調整你的光圈 跟快門 來打到你要的效果 這個拍攝過程的意義 跟象徵性 跟手機拍照 就已經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這個落差 這個結果 回饋給你 是很大的 從這個結果是指 畫面的細膩度 就是跟單眼相機拍的 跟手機拍的 細膩度就會差很多 這個回饋感越大 會越讓你拿著相機 做這個的儀式性 更有價值 更有價值 所以說 這邊講到的一點是 手機攝影的儀式感 身為攝影者 在一張照片中 所扮演的角色分量 越來越少 這張照片 說實在話的 百分之九十 都是手機幫你做的 這張照片 大家看著這張照片 百分之九十 九十握頭了 八十 因為我們還要構圖 百分之八十 都是相機幫你做 都是手機AI 幫你修復修好 對不對 你在這張照片中 所扮演的角色 扮演的工作量 有多少 大概只剩兩成 可是如果這張照片 是用相機拍的呢 你必須要 背著腳架出門 上好腳架 裝好相機 構圖 選擇曝光 對焦 考慮到景深 考慮到光圈 你希望放大後畫質又好 ISO一開始一定調到很低 ISO100 光圈要縮到多小 取決於你的曝光時間要多長 我再做一遍囉 喔 這個地方我稍微再多說一下 我這個地方我多說一下 以這張照片的話 你做是手機的話 手機 你只要1 打開APP 然後2 構圖 3 按快門 然後這一個只是在拍攝過程的 每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這個你用相機呢 你用相機呢 1 然後 然後 開腳架 你要上腳架吧 2 固定相機 固定相機 3 構圖 免不了要構圖 對不對 4 曝光 曝光我們就可以再講 你一定是ISO100 或用最低的ISO來獲得最好的畫質 跟動態方法 這個沒有問題 接下來你的光圈要用多少 取決於你的快門要用多少 你的快門 假設你要一開始你用5秒加上F8 加上F8 加上F8 你覺得5秒不夠長 效果不夠好 你要10秒 對不對 你要10秒的話 你就要F11 這件事情 已經在你這張照片中 扮演的角色 你要8秒 你要5秒加F8 還是10秒加上F11 這個決定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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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者 拍攝者 所扮演的角色 就很重要 我們才能說 這張照片是由我的精神 由我的判斷 來完成這張照片的過程 可是如果是手機呢 不好意思喔 手機你只是做一個按 構圖跟按快門的動作 為什麼會拍成這個樣子 是相機的AI幫你處理好 你用手機拍照 你在這張照片中分工 或者是你只是做個協作者 拍這張照片 手機已經幫你拍了 已經幫你處理掉 9成以上的功夫了 而你做的工作 只是做按快門 你以為你是主角 不是 拍這張照片的主角是手機 你只是幫忙按快門 你什麼都沒有做 你只是構圖跟按快門 但是呢 你拿著相機拍照 你要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又要考慮到曝光這些東西 你在這邊攝影的 你在這邊攝影者的 比重 才很大 我們才能說 這張照片是花了你多少的精神 在這張照片裡面 你在分享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說話才能比較大聲一點 同時間 獲得的照片的結果 細膩程度 才很精緻 才很漂亮 你才會更願意的 拿起你的相機 重複這些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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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照片的細 播放 從目前都有片播放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我認為 從照片的細膩程度 給予自己心中的回饋大小 來定義結果 我認為 從這個結果 從這個角度 來定義結果 我認為 儀式性的過程 與結果 有直接的關係 我要講的就是這一個 但是呢 手機攝影的儀式感 相對於單眼相機 是非常少 非常小 所以說呢 手機攝影的儀式感 身為攝影者 在一張照片中 所扮演的分量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你只是按快 這就是為什麼 拿著手機拍照 大家會覺得 歡迎回來我這裡一下 這就是為什麼 有些人會覺得 拿起相機來拍照 就是有一種 說不出來的 那種什麼 浪漫感也好 然後 成就感也好 還是 一種 創作感 成就感 浪漫感 手動感 一種情懷 那是因為 在一張照片中 你跟這台相機 你在這張照片裡面 所扮演的比重 非常大 但是呢 你拿著相機拍照 大家不覺得 有一種空虛的感覺嗎 你們有沒有一種 空虛的感覺 就覺得說 拿著相機 手機拍照 拍下去 雖然很漂亮 沒有錯 比你用 我講個不好聽的 你同一個場景 你拿一台 一台十幾萬的全面幅相機 跟一台一萬 兩三萬元的手機 這樣子去拍 你會很挫折 你拿這台相機拍照 會很挫折 因為這台手機拍照 拍得比這個 當下看起來漂亮 可是你不覺得很空虛嗎 各位 你們不覺得很空虛嗎 有空虛的舉個手 或揮個手 你們不覺得很空虛嗎 你們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當我們說 拿著相機拍照 還是會有那些 會讓你習慣 即便它很重 即便它很麻煩 但是呢 很多儀式性的過程 會讓我們覺得 拍照是感到快樂的 那是因為 在一張照片裡面 你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 你可以跟別人大聲的說 這張照片是我拍的 不是手機拍的 我再說一遍喔 拿著相機拍照 不論是拍的是好是壞 構築是美是醜 你都可以大聲的說 這張照片是 我們拍的 不是手機拍的 我們用儀式感去切入 你就可以說得很明顯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 講應的部分 儀式性的探討進步是說 不同的儀式感 帶給你的回顧 也不同 有助於你 增強每一次儀式感的過程 的次序 意義 象征 以及重複性 所以說呢 當你有這種感覺以後呢 你會發現說 不同的儀式感 帶給你的回饋也不同 有助於你增強 每一儀式感的過程 包含次序 意義 象征 以及重複性 所以說有人說 所以說有人說 細節天差地北遠 對不對 有人說對於現在手機多鏡頭 非常無感 對我也覺得蠻無感的 然後學了相機以後就覺得回不去了 那是因為 我們都希望 請留意 畫面再回來這邊 我要再強調這一點 這也是我最想強調的就是 我們都希望 一張照片裡面 我們自己在一張照片裡面 扮演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隨隨便便 而這張照片是說 這是手機拍的 它怎麼做的 我們不知道 講幾話來會有點興趣 對不對 我們都希望是 這張照片是 不論是哪個相機 是大是小 是新是舊 是好是壞 便宜的還是貴的 不管 至少我們都知道 我們是操作的這台相機 我們怎麼決定每一個曝光變數 我們是怎麼樣的達成 這張照片沒有我 是拍不出來的 別人拍都不算 只有我才能這麼拍出來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我才會說 不同的儀式感 帶給你的回饋也會不同 有助於你增強 每一個儀式感的過程的 次序、意義、象徵性 以及重複性 因為我們拿著相機拍照 細節跟色彩 就是跟手機拍的不一樣 以及我們在這張照片中 扮演的角色非常重 我們才會對這個儀式感的過程 感到特別的強烈 給我們回饋也會很重 所以說呢 照片跟數位影像 我認為不該 我認為不該只把照片 或者是數位影像的內容 視為全部 除了影像內容 有更多 值得我們去探討 換句話說呢 我開頭我就有講 不管是拍照片 以前在叫拍照片也好 或者是我認為 我們現在在做的東西 都叫做數位影像 在拍數位影像 不管是哪一種 我認為不該只把照片 或者數位內容的 數位影像內容 視為攝影的全部 我不認為 我們在討論攝影的時候 只討論器材啦 討論照片的故事啦 我不認為只討論這些而已 我認為除了影像內容以外 有更多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那個是什麼 只問大家今天 直播也到 講也到最後一頁 我只想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喜歡拿相機拍照 不單純只是因為 回饋感很高 所謂的回饋感是指照片的細節 我們追求的不是 只是在追求照片的細節而已 不是 我們所追求的是 我們拿著任何一台相機 所拍出來的照片 都是我們花時間 花功夫 去學習怎麼拍照 學習相機操作 還要帶一大堆的器材 那麼辛苦的到達那個地點 我們能夠對一張照片 任何一張照片說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拍的 我們花了多少功夫 我們都希望 在一張照片裡面 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而且帶給我們回饋感 也真的是很棒 所以說我們很願意 去拿著相機去拍照 而不是一些很模糊的概念 拿著照片 就拿著相機拍 有一種懷舊感 這種機械感 什麼東西 那些東西 什麼機械操作 什麼東西 那些事對我們來說 是有一點點模糊的概念 透過儀式感 有個具體的理論 在支撐著我們 我們可以去說 我們熱愛拍照 我們熱愛拍照 背後原因是什麼 但是拿著手機拍照 不代表不愛拍照 只是儀式感 相對於跟相機比起來 拿著手機拍照 手機都幫你修好圖 什麼東西幫你弄好 你在一張照片中的比重 其實就越來越低 你很難說這張照片 都是你做的 你越來越難這麼去說 因為像手機的AI 實在是設計得太好 那你只要是按下快門 拍當下看出來的照片 好像拍得比你相機還好 因為我這邊 我還沒有提到後製的部分 後製的過程中 也會依照你個人的心態 個人的印象 去調整你要的色彩 氛圍 色調 還是表現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我今天不講 這就是我今天在 今天的結論 今天的結論 我們今天是在講歷程 為什麼要講歷程 要花這麼多時間去講歷程 那是因為中間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忽略掉的 而我們今天的歷程 講到這邊 也就差不多告得段落 回到我們前面的頭裡面這裡 回到這一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我一開始 我要先講動機 為什麼一開始要先講動機 再講歷程 那是因為歷程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動機 因為在上一次的直播內容 我就有說動機跟體 歷程跟體驗 它們看起來好像是個現實 實際上它是一個來來回回的過程 所以說我們今天講的歷程 是只想告訴大家 以前拍照的想法 跟現在拍照的想法 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使用的器材已經不一樣了 會改變了我們的動機 也因為改變了我們的動機 所以說呢 這個從儀式感的角度介入進來 會改變了我們的動機 從儀式感的定義下來的話 為什麼我們喜歡拍照 是有原因 拿著相機拍照 不是單純為了畫質 也不是單純享受 操作一個東西完成的過程而已 而還有什麼東西 是支持我們喜歡拿著相機拍照 其實背後是有理論 是有一套理論 來支持我們那麼喜歡拍照 而不是只是畫質而已 OK 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就是我 回到畫面回到我這裡 這就是今天我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為什麼喜歡拿著相機拍照 不是我們想要裝帥 也不是我們想要 只追求畫質 是因為拿著相機拍照 的儀式感 對於我們來說 還是有個意義在那裡 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想要告訴大家 討論攝影 能不能討論 除了器材跟畫面以外的東西 除了討論器材跟討論畫面外 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是我們可以去討論的 很可惜的是 似乎我沒有感覺到 在各大討論社群 有人願意去討論這個東西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可惜 但是我希望透過我的分享 能夠讓大家去思考 為什麼我們今天喜歡拿著相機拍照 其實這就是今天的主題 我覺得歷程很重要 歷程很重要 今天講的東西 希望能夠帶給你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喜歡拿相機拍照 手機拍照我也喜歡 可是好像少了些什麼的感覺 那個感覺是什麼 我今天我也具體的也跟大家分享 OK 好 今天的直播 哇 你講了兩個小時 撇開前面的閒聊 也講了一個半小時 好 今天的直播課 內容就先到這邊告了段落 我想說的東西都已經講完了 感謝大家的全程參與 因為今天的內容已經有一點硬 今天的內容有一點硬我承認 OK 好 今天的直播到這邊告我段落 希望今天的直播 有給大家一些新的想法 你能夠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那麼喜歡拍照 其實背後是有個理論支持的 只是我選擇的是 心理學的儀式感來支持我們 我為什麼喜歡拍照 而且這個 雖然心理學的儀式感 它認為結果跟儀式感的過程沒有直接關係 但我認為是有直接關係 而是從畫質來切入 畫質的細膩度會加強我們儀式感的過程 會讓我們不厭其煩的一次又一次 一遍又一遍的那麼辛苦的拍照 背後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手機攝影帶給我們的回饋感確實是比較低 儀式感也沒那麼強 自然拿手機拍照 這樣在一張照片中 我們站的比例會比較低 反而好像比較不會太去珍惜 手機所拍出來的照片 這也可以這麼去盡視 OK好 今天的直播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都能夠有一些收穫 雖然我覺得能講的東西還是更多啦 但是今天我準備的東西已經都準備講完了 那也到晚上10點半的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大家的參與